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有磨损的痕迹 跟众多精致雅燕的商周青铜器相比较 这件青铜绝显得颇为朴素 可就是这样一件质朴古捉的青铜绝 却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绝 所以它又被称为中国第一绝 自从这件青铜绝出土以来 关于它的用途 专家们就一直有着各种观点 有人认为它是饮酒器 有人认为它是绿酒器 有人认为它是真酒器 还有人认为它是煮酒器 那么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还要从它出土的地方说起 1959年的一天 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 对河南省掩施二里头村 进行了一次考察 他认为二里头村 可能是一处中国古代文明遗址 从那以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几代工作者 对二里头进行了六十余次考古发掘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他们在二里头发现了迄今为止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 以及最早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群等 出土了大量陶器 石器 玉器 青铜器等文物 专家们研究后发现 二里头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 这件汝丁文青铜诀 1974年出土于二里头文化遗址 它距今至少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它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容器 所以在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是一个华时代的变化 因为有了这种内与外泛的铸造 它才能铸造出一定的厚度和融腔体 所以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而且在二里头遗址 那么目前发现的这个铜铸里边 它是最漂亮最精美的一些 这一件国宝器 令人惊奇的是 像青铜铸这样年代久远 并且铸造工艺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器 在中国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发现过 只有在中国河南省掩饰市二里头村才有出土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专家说 这跟二里头村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地位 有很大的关系 二里头发掘出一座宫殿遗址 面积约一万平方米 从夯土台积可以推测 它是一座面阔八间近身三间的殿堂 堂前是平坦的庭院 四周有彼此相连的郎武 殿堂对面是宫殿的大门 如果把这座宫殿复原的话 它一定是一座规模宏大 气势庄严的宫殿建筑 这座宫殿的发掘 表明了二里头 就是当时夏王朝的王城所在地 我们也可以据此想象 当时夏王朝的威严 专家说 夏王朝的建立还跟四千年前 欧亚大陆的一次气候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在四千多年前 欧亚大陆的气候突然变冷 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部落 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 它们不断地向南迁徙 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部落 因为洪灾频繁 也不断地向北迁徙 而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由于洪灾较轻 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专家推测 中国家喻户晓的大雨治水的传说 就发生在这次气候变化之时 大雨对洪水的成功治理 使得中原地区成为了 当时中国最适合生存的地方 四方的部落不断地向中原地区迁徙 最终使得中原地区 成为了当时亚洲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 大雨也因为治水有功 成为了当时最有威望的部落首领 治理洪水需要大量的人的协作 大雨也因此锻炼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 他后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王朝下朝 他建立了国家机构 任命了各级官员 中国也由此出现了阶级分化 产生了贵族阶层 国家机器的形成与阶级的分化 是和青铜文明相伴而生的 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地盘 引发的战争是非常频繁的 古代战争之前一般都伴随着祭祀 这也需要大量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 青铜铸造业由此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考古工作者还在下代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 发现了追藻等青铜器 以及青铜冶炼遗址 这也说明中国在这个时候 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青铜器主要是贵族阶层 用来铸造祭祀用的礼器和战争用的兵器 所以青铜器不可能成为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用器 而且绝大多数墓葬出土的青铜绝 基本上都在一两件之间 数量如此之少的青铜绝 如果作为日常用器 这在人口众多的贵族家庭里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青铜绝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近些年来随着二里头遗址的继续发掘 专家们有了新的科研成果 他们推测 铜绝跟一起出土的铜孤铜甲一样 都是贵族阶层祭祀用的专用礼器 在中国夏商周时代 祭祀活动一直是贵族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生产力低下 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也比较弱 为了争夺地盘 引发的战争也比较频繁 人们希望通过祭祀神灵或者祖先 来护佑家人的平安或者战争的胜利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成套的铜绝 铜姑和铜甲 以及祭祀专用的建筑群 说明当时的祭祀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三种青铜器中 铜甲是用来温酒的 目前出土的铜甲中底部多有烟台痕 内有白色水性 显然是煮酒加热遗留下来的 而且三件器物中铜甲的形体和容量最大 所以铜甲作为煮酒器是有极大可能的 铜姑是用来盛放甜酒的盛酒器 铜姑的口部外章 气身向上延伸 表示心之坦诚 这也符合现在的祭祀礼仪 铜绝是祭祀礼器中的饮酒器 它的作用是装成香酒 浇酒以敬神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在祭祀活动中 供神饮用的香酒不可能是人神供饮 更不可能是边祭边饮的 而是交在祭品之上或者地上的 象征着神灵或者祖先已经饮用了它 其次铜绝有长长的流 显然是供液体流动之用 如果以盘正对着主祭者 则留在盘的左侧 以守直盘交酒 比较相宜得体 而且以守直盘交酒 流口不会正对着祭祀对象 这样也包含恭敬崇拜之一 专家有此推测 青铜绝在整个青铜文化中 都是作为交酒敬神的礼器来使用的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功用 青铜绝成为了后来 功勋等级的特有标志 绝位也成了古代贵族等级划分的依据 比如周代的时候就有功 侯 伯 子 男五种绝位 正因为青铜绝是最高级别的九里器 所以君王能够赏赐一件青铜绝 对于贵族臣下来说是很高的荣誉 西州时期就曾出现过因为青铜绝 而导致君臣失和的重大事件 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西州末年 周幽王烽火系诸侯招来了杀身之祸 郑国国君会同其他各路诸侯秦王就驾 保护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迁都洛阳 立下了汉马功劳 一百多年以后 周幽王即位 郑国国主郑立公设宴招待周幽王 幽王将王后使用的盘剑 就是一种有袋子的铜镜赏赐给郑立公 不久另一个诸侯国 国国的国君 向幽王要赏赐时 幽王竟然赏给国公一件青铜绝 郑立公没有得到诀 自然显得 身份远远低于国公 对惠王十分怨恨 后来 郑国干脆不听从周王的命令 还把周王派来的使者给扣押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青铜绝在中国古代的珍贵地位 洛阳博物馆珍藏的这件汝丁文青铜绝 经常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珍宝远赴海外参加各种文物展览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国宝文物 2012年8月3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青铜器纪念笔一套 纪念笔背面的图案就是这件汝丁文青铜绝 好了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